我觉得曲伟这段话说得挺好的 他说我没有资格 不让我的爱人去从事他的职业 但是我作为他的男朋友 我会告诉他 你那衣袖别走 给我个面子 你其他的模特你可以接 如果你是连这个姑娘从事的职业 你都看不上的话 我也建议你别娶她 因为那会成为你心中的一个次的 小鹏老师刚才说了一段话特别好 就男人如果有这个想法才对 一个女人回家做全局太太 是因为家庭的需要 她牺牲了自己的前景 前途 事业 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女人心存感激 而不是天天在那儿臭嘚瑟 等我有了钱我养你 人家要你养啊 女生啊 缓一缓 别着急结婚 大家好像有一个一致的意见 如果一对相爱的人 连对方的职业你都不够尊重 那你哪里尊重这个人 如果你连人都不尊重 你何谈有爱 你们自己颠队吧 对 一致